中国新说唱应该有不少人都看了 上一季的热度完美的延续到了这一季 才播出第一期 就感受到了这次与一帆不一样的气场 也许之前还是比较随和的 但是这一次真的很严格了 不少选手被他亲自送下了唱 丝毫不留面子 明显的气氛 除了变得十分严格之外 吴亦凡这回又要带火一个新的词 去年Praystyle一出来就让很多人都模仿 网上到处都是你有Praystyle吗 让人都洗脑了 今年吴亦凡没有再说出这个词 但是新的词SKR已经上线了 在节目中吴亦凡就说希望说唱融入中国风 这也是他多次强调的事情 也认为中国风就受SKR 但是SKR到底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都不懂 大多人意思就是汽车飘移轮胎 打转摩擦地板的声音 也有人就是觉得非常然的意思 但是到底什么意思还是不知道 外国网友的评论更是让人觉得气氛 看了外国网友的评论 确实有点让人生气 不懂也不要随便评论 你们觉得呢